《扶摇》与吴京一直发呼情,指护里原来是扶摇身上的锁情毒。 《扶摇》与吴京一直发呼情,指护里原来是扶摇身上的锁情毒。 电视剧《扶摇》播出后一直热潮不断,追剧的小伙伴们和书迷们常常开思,也常拿天下归原的原著来说事,不得不说电视剧有的改的还挺符合观众的口味的。 但有一点书迷朋友们不依不饶了,那就是扶摇人注重,扶摇体内有一种剧毒,叫做情毒。 这种毒一直伴随着扶摇,虽对身体无恙,一旦扶摇对异性动情,就会起翘流血而亡。 我们都知道扶摇在玄缘山上的时候是中迈大师兄的,但这种情爱只是一种从小长大的情分。 我们都知道,离爱情还是比较远的。 而他这一生的最爱就是长孙无忌。 当他无意间修炼了破九天后,他的命运就变得不一样了,他开始逐渐有了自己的力量,并且体内的鼓塞时开始慢慢被召唤。 后来他解出封面后,曾一度昏厥。 神医宗月帮他耗脉,发现了他体内的这种剧毒,并发现毒性一直在增强,使得他脉向微弱。 所情毒其实是一种情毒,与神雕霞与中杨过和小龙女所中的情花之毒有的一拼,都是为情所困而中的毒。 不同的事所情毒只要不为情所困,没有情感的举动,则会一直安全无疑。 可是我们知道扶摇和无极一直互相爱着对方,二人之间时时都有着暧昧的举动,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 但是宗月也曾将严重地警告张孙无极,在扶摇毒性未解之前,不要动他,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他。 这大概就是无极虽然实时挑逗扶摇,但却一直为与他同房,一直保持着发呼情,指呼里的行为的重要原因吧。 大家怎么看呢?后面的剧情是否会按照原著来演呢?痴迷扶摇的朋友继续追剧吧! 喜欢的请关注小编,留言转发收藏哦!